在德国也会有婆媳矛盾吗 有一个德国婆婆是什么感受呢 我们会吵架吗 欢迎回来周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德国的婆媳关系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我的德国的公公最近去世了 我希望他此时此刻在天堂没有病途 我的老公呢 其实跟我一样都是独生子女 但他爸爸呢就很少在家 所以他基本上跟他妈妈长大的 所以他跟他妈妈的关系特别的好 我甚至有点羡慕 因为他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人 非常善良的人 而且他妈妈的性格跟我很像 有话直说 非常直爽的人 我个人是觉得真诚是人际关系的必杀技 因为我也是有话直说的人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很能聊得到一起去的 我第一次见到我婆婆的时候 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一点价值都没有 但是 但是来了 儿子是妈妈的宝贝 那你现在你儿子娶了媳妇之后 问题来了 所有的女人基本上都是控制狂 90%都是控制狂 那两个女人同时想要控制一个男人的时候 就会有矛盾 而且为什么我坚持不过我公公婆住在一起 就是因为一个房子里不能有两个女主人 那如果我现在跟他们住在一起 那我势必什么都要听我婆婆安排 那我婆婆呢 这辈子是把我公公照顾的非常好 吃穿用心都是我婆婆在为公公操心 那我婆婆希望我也能对我老公做到这样子 因为我做不到啊 我不喜欢每天做饭 有时候他也可以做饭 有时候我也可以做饭 我们俩是互相的 而且我觉得我老公是个大人 他比我大那么多岁 我不需要去操心他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所以每次我婆婆跟我说 希望我能也这样子照顾到我老公的时候 我就非常直爽的跟他说 我做不到他这样子 我跟我老公是互相照顾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在工作 因为我婆婆就会说 你看你老公每次回来工作很辛苦啊 你就应该多做一点 然后我就非常直爽的就会跟他说 我工作也很幸福 然后我婆婆每次就被我怼得哑口无言 然后我老公每次就会跟我说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去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什么 你说好就好 具体我们俩怎么生活 他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后来发现原来我老公的秘诀就是 当面说什么都是好好好 其实背底里他也是想干嘛干嘛 其实想想这种想法也是很聪明的 你就不用跟他起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反正他也不知道我们俩是怎么做的 后来我就决定采取他的意见 因为老人嘛 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什么都是好的 所以呢他现在跟我说什么都说好的 这样我们也就不会起什么争执了 老年人就像小孩一样你要哄着他的 而且我这么多年观察下来 不光是我的婆婆 还有我自己身边的阿姨啊 就是有儿子的 所有的妈妈都听不得儿媳妇 在她面前数落自己的儿子 如果你想要婆媳关系好的话 你一定要当她面夸她的儿子 因为我妈经常就会跟我说 你要感谢你的婆婆 所以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没有她哪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有这么好的老公 所以呢我经常会在我的婆婆面前 表扬我的老公 说我的老公真棒 所有人都喜欢她 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好一个老公 婆婆就会很高兴 这是我跟我婆婆相处的一个秘诀 那本来我婆婆也不是一个很复杂人 我们俩都是比较心直口快 吵完架也很快就会和好 而且我觉得我婆婆非常的宠我 你像我来我婆婆家 他们都是早上七八点钟的起床 我可以睡到自然醒 他们早上起来 我吃一个简单的早餐 然后等我起来之后呢 大家再一起吃更丰盛的早餐 我在我婆婆家可以不做任何事 但是我每次是主动的 想帮他们分担一些家务啊 待会我要帮我婆婆做中餐 德国的婆媳关系就没有那么多规矩 就像朋友一样 他也从来不会说你要帮我做这个做那个 从来都是我自己主动说我来做饭吧 今天我来帮你 他也没有一个期望之说我一定要帮他 我觉得这边的婆媳关系更平等 什么话都可以商量 而且我觉得我婆婆很棒的是 他从小对我老公都是鼓励 从小都觉得我老公是世界上最棒的孩子 所以我老公长大就特别的自信健康 这是我很羡慕的 所以我跟我婆婆相处呢 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偶尔想控制我也没关系 这是女人的天性 但是这里并没有那么多长幼尊碑 我可以直呼他的名字 到今天也是 从来没有叫过他妈妈 我老母也不介意他也不介意 因为我们就像朋友一样 就是我老公的家庭 跟我中国的家庭 最大的区别是 他们非常的客气 有距离感 比如说我老公 他爸爸还在的时候 他每次跟他爸爸见面都会握手 在他爸妈面前就 一定要穿戴整齐 一定要举止得体 但像我跟我爸妈 我就很随意 还有一点呢 就是会互相的表达爱意 这是我跟我爸妈之间 基本上没有的 就是中国人嘛 爱是说不出口的 这就是我们两个家庭的区别吧 都有各有各的好 有各有各的不好 所以我在这边时间久了之后 我也很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我跟我老公每天都会说 无数次的我爱你 你爱我 到现在我们也会 每天拥抱啊 亲吻啊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德国 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亲密感 然后自己的感受 爱意 勇敢的表达出来 越表达你就越喜欢表达 这是一个习惯 然后养成习惯之后 你就会非常自然而然的说 爱你哦 你很棒 这种鼓励的环境下 你自己也会自信很多 然后你跟你身边人的关系 也会亲近很多 就是一个好好吃 他们的家人 看到了 它有点辣味 你们不要关心 罗干妈超土豆 军燕的工宝鸡丁很受欢迎 是的 嗯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她每天能过得开心 人嘛都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 媳妇跟婆婆其实有个共同点 就是都爱同一个男人 她爱她的儿子 我爱我的老公 所以我也会尽一切能量让我老公过得开心 也让我婆婆看到我老公开心 然后她就会很放心 但是有一点我在这边奉劝各位 能不要跟公婆住在一起 就不要跟公婆住在一起 就像我前面说的 一个房子里面不可能有两个女主人 大家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偶尔生日啊节家日去见一见 可以维持时间长一点健康和睦的关系 这是我的建议 那如果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聊好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